名字叫王瑶 我毕业于五轮共大学的视觉艺术专业 我现在是在做自己的一个公司 然后我在公司里面做市场的一些方面的工作 我第一次来到大学的时候 我感觉其实是很紧张的 但是这边的工作人员还有老师都很有好 然后对我也很帮助 像我没有主动去提问的一些问题 他们都能主动地来向我介绍解答 当初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 我从小有这方面的绘画的基础 而且我去观察了一下他们上课的样子 我感觉到很有意思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方面 像摄影绘画等 所以我当时很感兴趣 那边的话我感觉到 这个校园的生活环境很自然 像到处都可以见到一些小动物 然后大家都像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坐在草坪上 就是更加贴近自然 然后在对武伦工大学最怀念的记忆是整个校园的生活环境 就是让人感觉很放松 很轻松 直到现在我毕业了之后 我在工作的时候 偶尔需要办一些事情回到武伦工大学 我都感觉到很怀念 周学习的话 其实更培养的是你自主学习的能力 我读语言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想家 但是我的home stay 还有我的同学 我的老师都会很热情地帮助我 不会让我感觉到很无助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无助的话 我就不会很想家 武伦工大学也有自己的文化 像那个吃糖边的那个大鸭子 应该是我们武伦工大学的吉祥物 珍贵的记忆 可能就是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从这里毕业 我觉得我们共同学习了三年 然后彼此熟悉 包括老师 他们因为我的专业 他们老师也是同样教了我三年 我就毕业的时候 我感觉很感动 我觉得很舍不得 我感谢您的粉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